中国企业成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池大桥 是一条长2440米 阔22.5米的公路斜拉桥 横跨海湾 连接克罗地亚大陆和佩列沙池半岛 跨海大桥的落成正是克罗地亚人的长久梦想 由于历史原因 克罗地亚北部大陆和南部的佩列沙池半岛互不相连 中间被轮过波克的国土左隔 民众来往两边都要出入境 非常不方便 很希望能够有一座连接南北领土的跨海大桥 由中国路桥公司牵头的中国企业联营公司 2018年1月中标大桥工程 是中国企业首次中标欧盟基金项目 都是中企成建的由欧盟基金出资的单项最大项目 为了克服东贵强风影响 和赫斯特石灰岩复杂地质条件等不利因素 中国的打装船 红程一号加入工程 历时四个月打了150条钢管桢 一次打入长达130.6米的钢管桢 更破了当时世界纪录 中国企业在航目施工中严格遵守 欧盟桥梁建设规范 所用钢结构全部达到欧洲最高标准 并将工程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减到最小 例如采用气泡膜降噪措施 降低打装噪音对海洋生物和周围居民的影响 另外将钻渣运到20海里外排放 减少对沿岸水质的污染 采用工厂化预製船博运输 现场拼装的方法减低生产污染 大桥旁边的海湾是克罗地亚著名生蚝产地 当地养殖户初时担心修建大桥 会影响生蚝品质和产量 但由于中企坚持高环保标准 生蚝质素并没有受影响 反而受惠于大桥落成有助打开销路 大桥项目雇用当地250多个员工 创造就业机会 同时培养了很多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 作为中国与克罗地亚共建一带一路 以至中欧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这条桥大幅缩短 克罗地亚南北国土间的通行时间 人流、物流更加畅通 促进克罗地亚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除了起桥 中、克两国在新能源方面都有合作 克罗地亚为了跟随欧盟 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正朝着绿色转型发展 在中部沿海城市塞尼的全国最大风力发电场 由中企投资成建 总装机容量156兆瓦 采用39台单机容量4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设备 风场面积达到42.8平方公里 每年提供大约5.3亿度的绿色电力 减少大约4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促进克罗地亚能源转型 发展绿色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